蔡衍明爱心基金会来到基隆经国管理学院 与经国管理学院的学生举办关怀社区弱势的活动 让青年学子学习社会服务 把爱心送给需要关心的老人家 学生志工们热情参与 现场为老人家们进行按摩 还有测量血压的服务 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钱的这个企业 能够提供资源 我们在地方上有利的人士 我们能够提供资源 另外再结合我们社区的学校 学生尤其是我们最重要的下一代 让他们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公寓活动 关怀活动还向参与民众一一发送红包 温望集团从2009年起送爱下乡 基金会董事长蔡衍明希望 秉持珍爱台湾的心情 回馈台湾社会 把爱传递下去 在河家团圆的中秋节前夕 基金会暖心送爱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记者基隆综合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